下星期日5月11号就是母亲节佛旦节全球慈祭日 三节合一的大日子 慈祭泰国分会当天下午4点半将在晋司堂新建预定地 举办露天的预佛活动 泰国慈祭志工珍惜殊胜姻缘提前外出邀约法师 并且到曼谷市八威区政务处以及八威区卫生所介绍慈祭 希望当天大家一起来礼佛祝福 送上资料 泰国慈祭志工诚职邀请八威区警察局 武东署警察局在佛旦节当天协助交通引导 让民众顺利参加预佛活动 获得远景的同意 而当中积极联系的是宾告女士 身为慈祭的社区志工已经十二年的宾告 时常与慈祭人关怀照顾乎 亲耕福田多得福源的感动 让他特地请慈祭志工 到他做志工服务的卫生所介绍慈祭 泰国有千佛之国的称号 所有宗教仪式都会有法师献身祝福 因此借着书上的佛诞日 慈祭志工更拜访邀约为参法师 曾经到台湾参访慈祭的法师 其实回到泰国后也成为慈祭会员 更时常向他人分享慈祭影片 今年应允将邀请几位法师同行 到泰国禁司堂预定地参加御佛典礼 大爱新闻黄娟苏伟泰国报道 谢谢大家